為你邀請 尚改鮮奶 尚改好聽的聲音 這也是我們萬能武的部隊歌評 像是港町十三番地 讓我親一下 這個歌都非常好聽 我們的邀請 岩華少爵 姐姐 你好 你好 林俊先生 你好 在地的唱片聲說 關落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地的情形已經開始了 我們今天所謂談的主題就是 它正經有打到兩部的電影 那麼兩部的電影當中 我們要了解到 裡面一些很趣的事情 我們請教岩華少爵 你所打到的電影兩部 分別給這什麼媲名 我第一部電影是 十八個年一粒花的路主角 因為我本人是歌手 是沒什麼興趣打電影 但是台來洋鑑公司的老闆 他說跟我的條件 就是請我打電影做路主角 一定要把他隨便電影 隨便電影半年 就是這個條件就對了 這個條件 所以這樣相信 他一定風動了所有的去公園的地方 可能我現在這樣想起來 已經時間過很久 就是電影公司想要賺錢 是 那時候我不知道 他要賺錢當然要請一個歌手 來隨便電影 對 那時候一個大股年齡 他做事宜 所以他的事宜是很風動 配合我的電影 跟那支電影真的青春發展 所以比一般的電影是比較不一樣 所以很受各位觀眾聽眾的喜愛 所以大賺錢 電影公司大賺錢我也大賺錢 所以在這種大家 和上都受費的情報之下 是 很近又還有第二步 再打第二步 速度的愛情 速度的愛情 我們可以了解說 速度的愛情 你都做女主角嘛 是 那個男主角什麼人 酒君先生 喔 這酒君先生 如果要講起來 真的是臨時在小孩時 上次崇拜一個歐山 對啊 那時候他的電影 喔 我也看不夠多片了 所以這樣 在你初初算說拍到電影 當然跟他唱歌 觀眾朋友完全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啊 那時候要請你來拍電影 你心想來有什麼樣的感想 可能我在學校時代 中學時代 經常做這個 外教 唱歌 老師加一個 就叫我上來唱 所以丹梁很會 還有舞台的經驗很會 所以拍電影我完全都不怕 是 這很不簡單 還有一些電影的前輩 以前我的學校做樂事的時候 這個歌舞團 以前是歌舞團 對 一些古代的歌舞團 這個老演員 他們都是很老演的 很老年的演技 譬如說 鴨仔 厚道的 就做金圖 他們都是全部的老演員 所以我一個新人 他們配合我 我感覺都不怕 這樣喔 把我帶進這個戲劇裡面 所以你感覺嫁親就熟 對啦 吃輕鬆 所以我應該要感謝這個老演員 好 所以在那時候 算是第一部電影 這十八個年有一個月 後來沒多久 就再來拍到第二部 我的索豆的愛情 索豆愛情 內中的極情 是不是有怎麼傳達到你的一些歌曲 對 我有 有傳達到我的歌曲 因為時間已經很久了 其實我民國五十幾年 已經很多年了 對 拍照我的歌曲 就做電影的極情 反而是飛球 反而是飛球 大同小異兩部電影 大概都差不多了 算是那個內容就對了 那個內容 因為那時候的人 可能很愛看這個戲劇 那不怪 因為在那個時空背景 在以前來說 算一般來說農業社會 生活普遍比較辛苦 是啊 生活也比較比較減少 所以有時候這樣 可以看一個電影 放鬆一下心情 是 這是什麼好的事情 是 再來欣賞你好聽的歌 好不好 古早歌 對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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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三月若開時 親愛的榮君 丟講這頓月回來 請花落斑春 若該世間人生若果 彼在初期 南風吹來大條快樂的美麵 金日氣像望高大西山頂 看著大海洋清清無尊領 就像夢長 看著大小周 我喜歡她 就像夢長 倉美麵 這金朗雖然 臉蝶蝶的土地 青青青 青青 向著 別斷的土地 講康的眼睛來照君一朗 出了你興隆 無知愚民情 吳君來南方的知識的白酒 叫叫三 叫叫三 言尊的臉娘 心愛的朗根 尖叫半一望著你 唱黑的白日子 哪個在南方別亂的土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